唐书记 夏主教 各位神长 各位珠内的兄弟姐妹 在《红楼梦》里面有一个小故事 它们讲三个主角 有宝玉 代玉 和宝差 三个的关系是久前不清 宝玉和代玉 一对男女的恋人非常要好 后来就加入了一个宝差 就变得复杂了 宝玉是对宝差都很好 令到代玉这个女孩子很看不过眼 不是味道 于是有一天 代玉就向这个宝玉发脾气去质问他 究竟你喜欢谁 宝玉就说了这两句说话 任凭药水三千 我只取一瓢饮 瓢就是瓢旁边有个瓜字 即是说把瓜刮空了 用来装水 好像一个瓢那样 意思就是说 滔滔河水 但是我只是取一瓢的水就够了 所以世上千万的美女 我只喜欢你一个 代玉当然非常开心 打动这个代玉的心 不过 这对男女始终是未能够忠诚眷属 当中错终复杂 令人唏嘘的 其实人真是很善变 很易变 也都受到周围的很多人地事物的影响 我们能不能够白头到老 永结同心呢 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 我们这一家 我们的家是怎样的家呢 是不是整天炒炒闹闹 为钱而在烦恼争吵 夫妻之间的感情又会不会越来越平淡 好像开水一样 而又要勉强走在一起 或者有些家庭的关系是这么复杂 有第三者 第四者 第五者 究竟怎样可以能够家庭里面的感情 越来越巩固 越来越有默契 越来越真的发觉是天作之合 一生到老到死 只是爱你一个呢 有位男士很喜欢跟朋友去宵夜 以至冷落了自己太太 太太实在忍无可忍 向老公下了最后通牒 老公觉得有些莫名其妙 他拿旧家庭回家 还需要这么紧张 而且他去宵夜又不是去什么场所 还有跟朋友吹一下水 去疏解一下生活的压力 有什么大不了呢 不需要这么紧张 于是对太太的最后通牒不以为意 有一日公司升职 她很开心 也走了去宵夜 回到家已经晚上一点钟 不见了老婆和儿子 看到在桌上有一张纸条 说老婆和儿子回了梁家 叫她去等律师信 是来真的 当时她也很累 而且有一些醉意 明天再想吧 第二天是星期日 没有人在家 于是她想想 不如去探望爸爸妈妈 他们住在新界 很久没有探望他们 而她爸爸妈妈 看到她来都有一些惊讶 真的很久没有见 太太和儿子去哪里 回了梁家 发生什么事 原来 是你很喜欢宵夜 太太不满等等 爸爸很久没有见她 就叫她 你留下吧 我们一起吃个下午饭 我出去买多些送回来 加送 爸爸去了四十五分钟左右 竟然打了三次电话回家 一次就告诉他们 在茶几旁边 有一杯深茶 可以给儿子喝 一次就问 7-11 可不可以交水费 第三次就说 经过街市 看到有些新鲜的黄花鱼 很难得 好不可以去买 而妈妈就很耐性地去听这三次的电话 听完之后 儿子就问妈妈 妈妈 爸爸现在是不是老了 这么哆嗦 这么烦的 那时候妈妈就跟她说 爸爸不是烦 不是哆嗦 爸爸是关心而已 而在这个机会 妈妈就趁这个时候 教训一下儿子 他跟儿子说 你不要以为你比较家用就好了 家不是一个放钱的地方 而是一个放心的地方 不要以为你是给足钱 你就叫做尽责 如果你心不在意 多少钱都建立不到这个家 爸爸是打这么多次电话回来 只是代表他关心 他上心 因为他知道他的心是放在家 这个说话可圈可点 家不是一个放钱的地方 是一个放心的地方 不过 不过我们又可以问一下 心会不会变呢 心会不会花了呢 其实我们又可以加多句 加不单止是一个放心的地方 更加是一个放天主 放耶稣基督的地方 上主才是永恒不变的 上主才是一家之主 上主能够安定人心 上主能够帮我们自死不渔 每一次我被邀请主持婚礼 我都事先和那对男女谈谈 讲一下天主教对婚姻的要求 每次我都会强调 婚姻不可拆散的 有一次就和一对男女 是做这个婚前的谈谈 当我说到婚姻不可拆散的时候 那男孩很疑惑地看着我 我说你不同意啊 他说神父 两个人已经不再伤害 只是互相伤害 为什么还要逼他们走在一起呢 是不是太不近人情 天主教是不是太迂腐呢 这个男孩不是教友 他有这种想法 我说你说得对 两个已经开始互相伤害 已经誓成水火 要把他们逼在走在一起呢 实在真的非常之困难 有时候真的去到个地步 不来都不行了 但是我会问一句 为什么会搞成这样呢 今天你们两个情投意合 预备入圣堂行礼 轻轻饿饿 甚至可以说 非君不嫁 非轻不取 为什么会有一天 发生两个反目成仇呢 这个男孩说 就是人心善变啊 神父 我说 善变是不会一日变的 我说冰封三尺 非一日之寒 三尺口的冰 不会一晚结的 是一段时间是积聚的 河堤的泛滥也是一样 每一朝那些淤泥 就满舍 令到那个河堤泛滥 所以是有个时间 为什么我们不及早去清理那些淤泥 为什么我们让它在那里累积呢 我们要每日剷走那些淤泥 令到那个河堤 时时都干干净净 就不会泛滥了 那当然我们会问 如何去除那些污泥 如何将它们剷除呢 现在我在香港仔工业学校那里工作 在他们有120个寄宿生 我们今年在第四年 是开这个寄宿部 我们前那三年 始终好像觉得 有些事情做得不好 我们今年还更加去到120个宿生 我们的职员去到18个 我们时都觉得沟通不够 终于我们今年 就有一个很好的计划 就是我们开始一日的时间 我们是下午三点半钟 开始这个寄宿的时候 我们三点半钟 我们做一个briefing 是吧 晚刻学生祈祷之后 去到床睡觉 我们有一个debriefing 我们是需要 我们需要大家多些说出自己的看法 那由开学到现在 我们是真的进行得非常之畅顺 就是因为这个briefing 那些debriefing 其实是可能五分钟 十分钟 十五分钟 三点半就有briefing 晚上11点半钟 我们所有的职员有一个debriefing 果然是很有效果 同样我们怎样可以铲除 那些我们沟通上的困难 那些淤泥呢 我们不妨 我们在家 在一个当眼的地方 放一个圣像 一个圣像 可能在厅 可能在你房里面 我们每天早上 我们一起祈祷 在祈祷当中 就做这个briefing 因为briefing当中 我们会看看 今天可能会发生什么 我们为这些意向来祈祷 晚黑睡觉之前 我们做一个debriefing 也在祈祷当中 检讨一下今天所有的得失功果 我相信 这个正正是一个的永结同心 白手街路的秘诀 各位主来的兄弟姐妹 有些人都说 你们神父 你们没有家室 你们怎么知道家庭的苦呢 有时候我都未必很明白 家庭遇到的困难 但是我们神父修士 都有自己的团体 我们当中 都有一些类似的感受 刚才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方法 我之前上后 都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而且是走得通的 我最近问了一位太太 我说这个行不行得通 它是行得通的 每天早上两夫妻 开一个简短的五分钟会议 在当中做一个早土 多好 接着就去上班 或者做其他的事 晚上睡觉之前 又是做一个晚土 加上又是五分钟的检讨 这个沟通 令到大家是非常之和谐 非常之有这个交流 很希望 我们这一家 每一位的家 都是一个充满沟通 充满和谐 充满爱的家 多谢各位 谢谢大家